讲讲里面的深度知识 看鸡缸碑吧 名城话鸡缸碑也有 啥好货都有 你看这个纸也就 我像刚才说的 整套配备的这种手段 包括木盒 包括这种纸 甚至会有一点拍卖记录标签 都会跟你安排好 为什么是新的 邓伟哥 是新的没错 但是我能不能也请教你一下 为什么是新的 就是理由何在 比如说你现在是鉴定专家 一个狗宝王大爷 就搞了这件货来 让你鉴定 你说新的那行 他给你拍桌子 你敢说我这个东西是新的 那你告诉我 你凭什么说我这个是新的 他甚至还会说 你见过这东西吗 你买过这东西吗 是不是 你有没有 没有瞎说 敢说新的 你见过这种健保的节目吧 见过这种健保的大爷吧 当你面对这种鉴定者 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应该如何去恢复 你会跟他讲技术吗 你会跟他说 因为很多专家一上来就讲技术 他会说 你看这个 是不是 他会讲两个层次的事情 第一个讲价值 他说这个玩意 某某拍卖会 拍了2.8个亿 留一千 还有某某都买过的 算你觉得你可能吗 他会说这个事 他说价钱你买不起 他问你多少钱买的 你那个价格就不对 他这个东西 其实是不能这么说的 因为物件的真伪 确实和价值是没有关联的 不是说我买的便宜了 就是个假货 我买的贵了 就是个真货 确实不能这么去比 他只是推理给你听 只是说概率的事情 就是2.8亿 你280 2800就买下来了 概率是很小的 只是说概率的事情 那么还一种专家 就跟你扯技术 比如说 他说你这个墨材 这个过于深 你这个黄材 这个叉紫色 不是本朝的状态 还跟你说文事 说颜色 说形质 跟你说 包括这里有款 我们看看款 他会给你点评款 大名成画的 看没有成画款 他说这个款 什么什么 写的哪里不好 反正就是聊技术 聊技术 但是你要知道 技术它也是没有标准的 技术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标准 能够去套进去 所以也无法说服别人 所以我觉得 像咱们有经验 这种东西 你去给他搞一个来 你跟他说某某地方有卖 某某地方有 在哪里卖 多少钱 让他自己去看 或者说你拍个视频 像我一样 有时候经常拍视频 那些摘出来给你们看 你就明白了 都不用再说第二句话 他自己心里就明白了 所以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专家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们有一种另外的途径 告诉大家 怎么解决 就是市场的实际 让他明白 关杯我们就不玩了 国宝的东西 这场也就废掉了 这场早就废掉了 我只是无聊 给你们多点评几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